主料,整机一汁,辅料,油,盐,葱,姜,花脚,大料,酱油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整汁机洗净凉水放锅中,等锅开了铺去上面的浮沫子,这个一定要泼干净,泼好浮沫子后,放上料包,料包是花椒和大料,和葱姜即可,并且一个碗把切好的葱花放进去。 香葱是最好的,然后放进适当的酱油,锅中放油,等油热了放上少许的花椒,花椒出了香味就可以了,趁热把热油浇在准备好的碗中,蘸料就算准备好了,即在锅中大火煮上半小时,这个时候放点盐,盐的味道至七成咸就可以,然后改小火煮至成熟,最后在锅中浸泡会,晾凉捞出,等鸡肉凉了后, 戴上一次性手套,把鸡肉撕下,就算可以了,加上一块鸡肉沾上葱焦香的汁,味道那叫一个香,烹饪技巧。 好多人都喜欢把鸡肉煮好后,放在凉水锅中浸泡,那样没的是鸡肉样子好看,到个人觉得那样,鸡肉就没那么好吃了。 所以我不喜欢那样吃,我要的是口味,不是样子。 嘿嘿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